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雖然我們剛剛不斷提到 美國的海權 美國的海軍在全世界勢力遍佈 但如今美國在所謂的非洲 是不是吃了閉門羹 是不是遇到麻煩了 為什麼 因為最近在尼日這個國家 這個我們講原本 美國在這邊有所謂的駐紮點 他做的任務是什麼 是做所謂的反恐 但現在這個反恐的點 可能會撤出了 為什麼 因為美國空軍最近證實一件事情 他從7號開始 就已經將所有西非國家 包括是尼日裡面 有一個叫尼阿美空軍機場的地方 撤出他的部隊 撤出他的裝備 甚至連阿加德茲這個地方 原本是一個無人機基地 沒有想到有500名的美軍 最近都會撤出 但一旦撤出這個非洲 非常重要的據點 因為過去曾經花了1億美金 才好不容易打造了 這個兩棟腰的無人機基地 沒有想到如今 面對他們目前南沙 赫爾沙漠這個地方 所謂的反恐任務 會不會就因為這樣而告終 會不會就因為這樣 產生了空隙 產生了防守的空洞呢 為什麼 因為當美國前腳才剛走 你知道誰來了嗎 俄羅斯的軍事人員 馬上進入到尼日 而且甚至美國講說 我們現在只能轉移 我們其他的標的了 包括是不是去到多哥 或者是加納 或者是向野海岸 但很顯而易見 跟原本的戰略標的 跟原本的戰略位置 都有差異 而且現在更嚴重的是 美國在海外 有設置了許多的基地 而現在都仁仁喊打 比如說我們就講一個單位 叫以敘利亞為作為一個單位 比如說他當初 就是在敘利亞這邊 也設置基地 甚至扶植了他的 這個所謂的武裝分子 但最後面竟然被報導 誠新報指出說 美國不是在那邊防守而已 還會收保護費 你知道怎麼可以收保護費嗎 竟然倒採了原油6.6萬桶 而且你說6.1萬桶很了不起嗎 我跟各位講一個數字 佔該國的八成 他把八成的原油都給拿走了 所以現在包括非洲 很多的國家都下了 逐克令從2022年開始 甚至在過去三個月 包括查德 包括擬日 都說我希望你能夠離開 而連駐非的美國的指揮官 芬特雷斯上校都承認一件事情 的確 我們在非洲很難 尤其是西非 很難獲得他們的信任 他們甚至說 比起為當地建一些設施 電力設施或者是工程經費 可能比軍事設施來得更有用 因為當美國往後退的時候 俄羅斯往前進了 而大陸也往前進了 為什麼 因為習近平才借赤道 幾內亞的總統特奧羅多 說什麼 說訪華之後宣布 雙邊關係已經提升到 各位關鍵字來了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所以他甚至有意 又在赤道幾內亞這個地方 建造大西洋 各位 大西洋等於是他整個 扣守了美國 整個美國本土大陸的一個 至關重要的一個戰略位置 說建造一個永久性的基地 而且他還是深水港 附近批鄰什麼 電油廠 所以非常適合加油工作 但與此同時 美國有沒有做出相對應的反制 當然也有 因為最近在送往利比亞的一台 我們講的 中國翼龍無人機 沒有想到被發現了 什麼被發現了 在義大利突然接獲線報 把這三個裝有翼龍2無人機的集裝箱 全部扣下來 而且收貨方是誰 利比亞的軍事強人 哈爾夫塔爾 所以他們就在講 這恐怕是美國所洩漏出來的情報 美國刻意去要跟中國對著做 甚至是現在美國 即便外有外患 即便在非洲逐漸的退守 但國內問題更大 出現什麼問題 當然是拜登的問題 但拜登的問題 卻不是適不適合擔任一個總統的問題 反而是他的身體健康 精神狀況出了狀況 我們看一下拜登說了些什麼 所以你看這個大型車禍現場 連自由黨的民主黨的人 都不知道該怎麼要幫他圓了 因為他自稱自己曾經擔任過 我們講歐巴馬的副手 但他說我是一名黑人女性 各位我再強調一次 拜登說我是一名黑人女性 所以很顯然做了狀況 但他原本是想要吸收 我們講的這種 這種我們講黑人的票源 但沒有想到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因為就在現場 他在握手造勢過程當中途中 來 你看他先握了一名白人 結果沒有想到 就這樣直接跳過中間的那名黑人女性 跑去跟旁邊的白人 比較年長的阿嬤講話 所以你看現場那名女性 完全感受到不受尊重 甚至翻了翻白眼左顧右盼 想說現在是把我當塑膠嗎 而拜登現在的狀況 還不只是這樣子 甚至在G7這個高峰會上 都提出歐洲領導人 對於拜登的身體狀況說 不對 真的老太多了 因為他們是親眼見證到說 現在拜登的身體狀況 跟他的行為表現說 非常的疲憊 虛弱 腦袋不清楚 很擔心他是否還能夠再繼續做四年 因為現在甚至是民主黨內都在連署說 希望能夠拜登趕快退位 但各位 黨員不可怕 你知道什麼最可怕嗎 金主最可怕 因為一旦金主8號司令 等於是會斷贏跟這場選舉 該怎麼選下去 有168位說 應該要把領導的火炬喘下去 換言之 誰是接班人的戲碼 現在已經正在上演了 甚至是我們講的 他們有在瘋傳說什麼 說希望接班的人有兩位 一位呼聲很高 叫做賀錦麗 但各位不要忘記了 賀錦麗在邊境所謂的社訪 包括所謂的造牆上的問題 甚至是在移民上的問題 甚至是在司法上 對於輕罪步伐的問題 已經引發許多美國人的反感 他真的能夠試任嗎 而除此之外 甚至他們想出C計畫 這個C計畫要找誰 說我們來找歐巴馬來救駕好了 因為乾脆利用了 所謂美國憲法修正案 第22條的一個漏洞 如果歐巴馬擔任副總統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可行的 那如果最後拜登真的不幸 發生什麼樣的意外 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那歐巴馬不就能夠 順利接任了嗎 所以這個叫什麼 拜下歐上 但拜登卻非常的不語言 說唯有上帝現身 勸我照辦 我才會退出選舉 否則我會參選到底 但大家現在不經好奇的是 到底拜登跟上帝之間的距離 真的有想像中那麼遠 或者是實際上其實很靠近 我們問一下兵哥 我覺得美國現在在非洲看起來 就是一直被人家趕 包括尼日 包括查德 那美軍的基地其實本來在全世界各地 幾乎都是怨聲載道 像我們離我們最近的 就是美軍在日本的基地 當地的民眾就一直希望他們能夠遷移 因為美軍在當地常常會製造很多治安問題 那也會在欺負當地的人 所以這個當然是造成當地民眾很不好的觀感 當然美國在利比亞那根本 但是對西方世界來講比較憂心的就是 因為美國一前腳走 俄羅斯人後腳就來 所以讓大家覺得說 是不是整個非洲開始要岌岌可危了 所以這個對美國來講 他們當然到現在還是在 極力爭取能夠保留在非洲的這些基地 可是你看中國大陸的做法就比較不一樣 中國大陸就是 我也不要先在這邊建什麼基地 我就一來就幫助你做基礎建設 然後幫助你改善經濟 來慢慢的在非洲當地紮根 所以這30年來 你會發覺中國大陸在非洲用力用得很輕 所以他在非洲的勢力也在逐步擴大當中 這個不是美國突然之間想到 想要再回來能夠把中國大陸阻擋得住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 至少在非洲這邊的態勢 對美國的情況是相當不妙 而且短期之內看不出來 美國有任何的辦法能夠 重新掌握在非洲的實力 至於說義大利把中國大陸的 義龍無人機扣下來 你知道嗎 這個哈夫塔爾本來是美國培植的 他本來是美國培植的 然後但是他被美國培植之後 他慢慢發覺美國對他的控制太多 所以他最近這幾年開始 慢慢不聽美國的話 所以美國現在又開始在弄他 所以你會發覺永遠都是這樣 以前的海山或是賓拉登 或是在中東搞出事的這些人 包括利比亞之前的哥達費 其實他們以前都跟美國合作過 對 然後後來一個一個又跟美國之間撕破臉 然後美國又開始對他們下手 在弄他 所以你會發覺全世界 幾乎所有的事情 都跟美國的這些政治操弄有關 美國都在後面扮演武者的角色 所以我一直覺得 美國人自己是不是要 持續去思考 今天這個世界會這麼亂 是不是你美國人在裡頭 扮演了一個很大重要的一個角色 當然美國現在自己面臨 他們自己的問題 拜登到底要怎麼去解決 因為說真的 他的辯論的表現那麼差 本來還有人希望說 他接下來如果能夠表現都 恢復正常 然後甚至讓大家覺得說 他重新恢復活力的話 那可能還可以扭轉一些態勢 可是如果他持續像現在這樣出包 一下子不知所欲 然後一下子私理 然後有的時候 完全忽略別人的感受 那真的會讓大家 對他越來越沒有信心 可是問題是 賀錦麗真的有比較好嗎 我覺得恐怕很多人都會 心裡頭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他們最想要的 這個Michelle又不願意出來 那你說歐巴馬去當他的副手 我覺得這其實有點匪夷所思 而且你還是沒有辦法保證 因為你要知道 拜登不是完全沒有行為能力的人 那到最後萬一他真的 思考上面都出了某些狀況的時候 那他本身要來保有行為能力 他會做出來很多對美國 非常不利的一些決定 這個都沒有人知道 那個時候也不是歐巴馬 想要頂上去就可以頂上去 所以我覺得民主黨 與其去搞這麼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覺得不如全黨仔細思考一下 到底誰是真正能夠接力拜登的人 因為賓哥講得非常有可能 當初賀錦麗大會講說 因為跟拜登的關係不好 所以才把一些燙手山芋丟給他弄 不過例上去你怎麼看說 現在包括中國在四道幾內亞 包括我們講的陸陸續續的 在非洲這一帶大量的部署 是不是真的對美國造成的威脅 而所謂這些非洲好兄弟 非洲勇邦 又會讓中國有什麼樣的底氣 與美國對抗 美國現在真的是壓力三大 不要光看一個赤到幾內亞 赤到幾內亞來講的話 他現在發現豐富的石油產量 他隔壁那個國家叫鋼果 鋼果他一想到 就立刻想到雪鑽石 他就是礦產非常豐富的一個國家 但是因為美國或者是說 歐洲這些國家 當初在這邊殖民或移民的時候 並沒有好好協助人家做開發 當然 所以這樣這些國家現在來講 這個政治上面來講的話 軍事政變不斷 然後一直沒有治理 也就是說資源也都沒有開發出來 等於說這些國家 等於這些老百姓 躺在他的這個金礦山上面 可是過得很貧窮的日子 當中國願意協助赤到幾內亞 在這邊開闢港口的話 你想想 不是光一個赤到幾內亞 它的石油可以輸出 周邊的這些國家 包括盧甘達 鋼果這些 西非的國家來講 他就可以獲得一個良好的出海口 他當然就會獲得貿易 我特別要講 大家不要忘了 前兩年還有一個國家 到中國去訪問 那個國家叫秘魯 秘魯來講有一個叫前開港 他就是為了前開港開發 原來來講的話 當然美國來講極力的干涉 那這股權不給中國 但是現在都已經擺平了 只有60%的股權是由這個 中遠航來營運 也就是說你看看 當秘魯跟赤到幾內亞在這邊 一個是在大西洋 一個在太平洋 然後當然是在美國的兩個洋 一東一西 兩個洋的下面 都各有一個中國的基地來講的話 你想想看美國壓力 中間還有一個國家叫古巴 你想想看古巴來講 說現在號稱也設監聽站 中國在這邊合作設立監聽站 當然中國是極力否認 可是他說現在來講 我不管是幫秘魯 或者是製造幾內亞 來蓋這些港口來講 我們都是為了協助他們 這個能夠有了港口以後 幫助這周邊的國家 能夠加上他的農產品 像吃到幾內亞 還有很好的咖啡幹嘛 我們去喝咖啡都知道 那個咖啡是很好喝的 能夠幫他們把這農產品 幫助他們發展經濟 但是否則說 我們是有軍事的企圖 可是來講不可諱言 當你有這個 當這邊有這個港口 就勢力影響到這邊以後 對美國來講壓力是非常大的 那在尼日的國家更有趣 尼日現在這個國家 它這個基地來講 現在美軍還在 還沒走 可是一個國家軍隊已經進來 俄羅斯的軍隊已經進來 所以在同一個基地裡面 看到美軍跟俄軍在一起 然後為什麼俄軍要進來 因為他們發現說是 這個俄軍來講 可以提供這個國家的安全保護 大家記不記得 俄國有一個軍團叫瓦格納軍團 瓦格納當初就是雇佣軍 也就是說是 這個普京當時是 就是用瓦格納軍團在協助 保護非洲的這些國家的 這種國土的安全 就借這些僱傭兵過來 所以說非洲來講的話 中國跟日本其實 中國跟俄國來講 其實對非洲來講 是經營很久的時間 所以李教授你怎麼看 拜登這一位自稱 黑人女性副手的人選 這場選戰他真的選得下去嗎 而民主黨他所謂的B計劃 C計劃真的可行嗎 對 因為辯論是6月27號 其實到現在也不過 就一個禮拜多一點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未來兩三個禮拜 還蠻關鍵的 但到目前為止 我的觀察是 目前這些換燈的氣勢 還沒有真正造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幾個 關鍵的一個指標 因為當然金主很重要 因為所謂這168個金主的 這些文件 Netflix 什麼迪士尼 Walmart的共同串邦人 都出來講話 但是整個民主黨的精英跟權力結構 從兩個前副總統 歐巴馬跟克林頓出來相挺 揮他還夾 到所謂的參眾議員 目前參眾議員 大概有幾個表態需要換燈呢 5個 才5個而已 已經發酵到現在才5個 美國有多少眾議員 參議員 435位 民主黨加在一起還蠻多的吧 更不用說州長 所以我覺得現在來看 那個氣勢還沒有真正造起來 但對拜登而言 他還沒有完完全全很安全 因為他還是會有一些表現 被鏡頭會放大去做捕捉 會是放大 那真正重點是 因為拜登現在是很強硬了 他的立場是很堅定 有家人的加持 他沒有任何換的這種 Jill 對 沒有任何換的這個風箏出來 我覺得這是真正關鍵 那第三個重點就是說 到底誰可以替代他呢 剛剛我們點名點了好多 我記得在6月28 29號 美國媒體開始大點名 但這些被點名人裡面 到底有沒有一個真正說 我想要替代他 還是說我先安靜個4年 4年後我再選 我覺得後者的機會比較大 包括所謂的這個 加州州長紐升 呼聲很高 他也沒有 他目前還是在幫拜登 他也沒有真正站出來 唯一在民調上能夠抵抗川普 大概就是密學爾 但密學爾也沒有任何出來的跡象 那剛講到歐巴馬再度出馬 我覺得機率也真的非常低 所以目前看起來 民主黨陷入兩難或困境 就騎虎難下 我覺得目前的態勢 還是很有可能 拜登繼續往下走 一路選到底的機率 我覺得還是有的 因為退無可退了 因為換手的過程 除非很平順 很有默契 否則再來一場黨內的廝殺 已經沒有多久時間了 就算現在有個人出來 大家眾望所歸你出來 拜登說好 我下來 但只有幾個月而已 其實對民主黨的挑戰 真的非常的大 我相信大家一點很意外 曾幾何時 世界的第一強國 竟然會面對到跟中華民國一樣 當時國民黨的換柱巨馬 進退兩難 我們休息一下鏡像廣告